我們討論完弱酸解離 然後用KA來描述之外 除了KA之外 我們另外也可以用解離百分率 來描述弱酸的強度 那解離百分率要怎麼定義呢 解離百分率的定義 是等於原來我們有多少弱酸的濃度 那初始濃度HA的濃度放在分母 然後解離多少的HA 這個解離的量放在分子 然後乘以百分之百 那我們都知道解離的HA變成什麼 解離的HA當然變成氫離子 所以也相當於平衡時候的氫離子濃度 除以HA的一個初始的濃度乘以百分之百 這就是解離百分率的一個定義 那我們了解解離百分率的定義之後 我們來看看解離百分率要怎麼樣來計算 那這一題是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醋酸 醋酸我們用ACOH來簡寫 2.0M它的解離百分率是多少 那醋酸它的KA是1.8乘以10的負次方 在這裡面呢 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我們只是單純要討論弱酸的解離 因為我們也不需要知道原來 醋酸跟離子的濃度或是氫氧跟離子的濃度 這一題也沒有要求PH值 所以我們就當然這一題在 醋酸在水裡面解離的主要方程是 當然是醋酸在水裡面解離 那在這裡面我們先列出ICE濃度 那醋酸起始濃度是2.0M 那在改變的時候我們醋酸會減少XM 然後這時候氫離子濃度跟醋酸跟離子濃度都會增加XM 然後在平衡的時候 醋酸平衡時候濃度是2.0-XM 然後氫離子濃度跟醋酸跟離子濃度就是XM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樣的一個方程式來講 那我們可以運用上次簡化的方法 我們先來看看以簡化的方法可不可以得到一個 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數值 首先我們先來把這個數字簡化 那我們當然是假設這個X遠比2.0這個濃度來的小 那這時候KA是等於1.8乘以10的-5次方 那分子是X平方沒有問題 那因為簡化的關係 它的分母原來是2.0-XM 由於這個X比2.0小得多 所以我們就把它幾乎等於原來的初始濃度2.0 那經過簡化的結果以後 我們算出來的答案是6.0乘以10的-3次方 那這個假設我們認為是合理的 為什麼它是合理的呢 因為根據我們的5% rule 那這個我們計算出來的數值是要小於1.0乘以10的-1次方 那這個數值就是小於初始濃度的5%就是合理的 那這個X算出來是合理的一個情況 那既然它合理以後呢 我們把這個數字帶進解離百分率裡面 原來我的初算是2.0M 那這個時候解離的量是6.0乘以10的-3次方M 所以解離百分率計算出來是0.30%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一題 下一題是我們剛剛是計算2.0M 觸酸的解離百分率 那這一題是計算0.02M的一個 觸酸的解離百分率 那就是剛剛的1% 一樣我們還是列出ICE濃度 這樣的列法來請同學特別再留意一下 好我們繼續 在這裡面我們還是用簡化的方法來試試看 看它求出來的數值是否合理 所以我們X先假設這個X小於初始濃度0.02M 那這個時候計算出來的結果 X是6.0乘以10的-4次方 那我們這個0.02的5%應該是1乘以10的-3次方 那在這裡面我們這個X X比剛剛我們說的5%的數值還要小 所以我們計算 認為我們這樣的計算 假設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情況 那既然得到一個假設合理的一個答案 我們就來求它的解離百分率 它的解離百分率原來初始濃度是0.02M 那這時候解離的量是6.0乘以10的-4次方M 那算出來的解離百分率是3.0% 那我們把這兩題的結果 中和在一起來看看 首先呢 第一個我們介紹的題目是 在醋酸2.0M的時候 它的解離百分率是0.30% 那如果說我們是 這個醋酸的這個濃度是原來的1% 0.02M的時候它的解離百分率是3.0% 解離百分率是上面這個的10倍 所以我們在這邊得到兩個結論 如果是不同的弱酸 我們就比較它的KA KA越大那即使濃度相同 可是KA越大的時候解離百分率當然是越大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不同的弱酸 那當然是看KA來決定 那這時候同一種弱酸它的KA是相同的 那這時候濃度越低 它的解離百分率就會越高 那我們以剛剛算出來的一個結論 濃度稀釋為1%的時候 解離百分率是一個10倍的情形 那關於解離百分率的部分 就跟同學介紹到這邊